然后咱们回想一下吧 咱们上节课的一个内容里边 是不是说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啊 我们要把一个词给它映射成一个向量的样子吧 那怎么映射啊 咱们之前是可以拿ID去做映射 那拿ID去做映射啊 这个东西看起来太low了吧 然后咱们还得训练 还得把这个向量做好 这个就是说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已经构建好的一种向量的方式 在这里啊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是用一个英文的数据来说 我们可以啊 直接用人家给咱们做好的一个向量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把这个GitHub的一个地址也提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完之后啊 就是它里边有好几种 哎呀 我怎么还没有打开呢 打开了 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里呢 就是它是已经做好了一些 它有很多算法 就是可以有 就是包含了那个World2Vector 咱们最经典 那个词样转换嘛 它其实啊 就是自己训练了一个 蛮大的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 现在是State of the Art 就是 一出现这个词啊 它们一般在论文当中都会出现 就是描述了一下 它是当前啊 最好的一种向量的表达方式了 反正就是啊 人界已经是训练好了 然后 咱们直接啊 用这个向量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感兴趣 大家可以读一下 就是关于它这个词样量 是怎么做出来的 还有它这个词样量 它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效果 我们来看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的算法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上 差的 差的有一些差异 然后这里啊 就是我们来往下找 往下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我们来看 这会有两文件夹 就是 你可以啊 就是把这 下下面这个 就是有一个 EN-17.04B 你把它下下来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 一会儿要用的一个词项量 这个词项量 它的一个大小 还是蛮大的 然后下载完之后啊 我们给它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啊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大概是 有900多兆吧 一个大小 还是蛮大的 里边呢 就是训练好的一个词项量 然后咱们把这个下来好 这个GitHub 咱们就不跟大家具体说了 感兴趣的话 大家就是自己的 再去阅读一下吧 在这里 它就是收藏了啊 一个就是 关于英文的一个词项量啊 它已经是训练好了 所以说呢 我直接啊 用人家训练好 这个项量啊 就可以了 在这里就是 你自己指定一个 你的目录 比如说 我的一个目录 最好啊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放到当前目录下 然后把它的名字啊 给它复制过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名字 你给它的名字 复制过来 这就是你可以打开它 把咱们的一个词项量 可以进行一个读 读的时候啊 我在这里 我就算了一下啊 当前在这里 一共统计了多少个词 各是百千万十万 一共大概有四十八万词 那这四十八万词啊 一会儿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的项量拿过来吧 但是呢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项量是人家训练的 它跟我的一个预料库 一定是完全匹配的吗 不一定吧 可能在我的预料库当中啊 出现一些词 但是 在人家的这个当中啊 是没有的 那这个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需要自己 做一个inbiting这个东西吧 只不过说啊 好比上是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事 我们还是去做 inbiting这个东西 只不过说啊 初始化是用 人家已经训练好的 这个词项量 做这样一个 初始化的工作啊 相当于是这么一个事 在这里啊 就是啊 我先替定义了一个 missing words 就是一共有多少词啊 是在人家训练好的 这个词项量当中啊 是昧出现的 然后呢 我这里啊 有一个threadhold的啊 threadhold的设定 20的意思 设定成一个20的意思 就是说 嗯 当前我去看一下 我的词汇表 我的词库当中啊 可能有一些词 是这里面没有的 但是呢 它可能出现次数啊 太少了 太少啊 我认为 嗯 就是啊 太少的情况下 就是 我就可以不考虑 这个东西 直接给它去调性 我考虑的东西啊 只有是咱们 就是预值超过20的 超过20的 我才自己的 去给它做 这样一个词项量 所以说呢 我先来统计一下啊 咱们这个词品当中啊 不在我这个字眼当中 然后并且 出现次数是 大于20次的 是有多少个 嗯 一算算完之后 大概是有 3044个 然后又算了个百分比啊 不在这里边的 大概是有 2.29% 那既然来说啊 超过20次 并且不在我的库当中 还是有一些吧 在这里啊 我又做了一个数据 到啊 就是咱们的词啊 到Int类型的一个映射 是方便啊 咱们训练 还有测试的时候 咱们的一个词的一个 转换的操作 嗯 然后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映射到一个维度吧 这里啊 就是我把这个 Embedding的一个 Dim指定成300的意思是说 嗯 咱们刚才啊 看的这个GateHub上当中 我们是用人界训练好的 这个词项量吧 他们的一个词项量啊 一个维度是300 所以说 为了啊 跟它进行一个匹配 我还是要指定 嗯 我的一个维度啊 必须是跟它是一致的 在这里呢 我就对所有单词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F 还有IOS F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啊 我现在我的文本当中 出现的一个词 嗯 是在人界的词项量当中 那我就直接把 人界的项量拿过来 那如果说 我的一个词项量呢 是不在人界词乎当中 这个时候啊 我就需要自己的啊 咱们随机的 处处画一个 300维的项量 以后呢 咱们还得需要进行 这样一个训练的操作 这里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 所有的一个维度 固定成300 也就是说 每个词都会映射成 咱们的一个300维的 一个项量 这样一个东西 在这里啊 我又对我的一个词 做了这样一个转换 就是说 嗯 咱们当咱们在进行 生成一个摘要的时候 最终啊 我需要一个终止符吧 有一个US Und of sentence 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这里咱们就不再过多说了 还有UNK吧 Und of的一个词 也就是说 我会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词 是没在我刚才 映射好的这个表当中啊 我是都没得抓进来的 有些小于20次的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东西啊 还没有过滤掉的 可能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 UNK类型吧 所以说 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判断 如果说啊 一个词在我的表当中 那它就是正常的一个 如果说啊 咱们的一个 这个词是不在当中 那这个实话 我就把它设置成一个 UNK的 然后呢 再如果说啊 我们指定了一个 Und of sentence的标志符 我们还需要把它 加上一个US的 一个标志的一个东西 下面啊 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去 统计一下 当前的一个百分比 是多少的 那现在 咱们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worth 有多少个 个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咱们数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 unknode的一个 个数多少个 大概是有十几万 占比其实并不是太多的 所以说啊 这个影响啊 我觉得这并不是太大的 然后呢 我们又算了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的一个 sentence的一个lounce值 这个lounce值啊 因为我们一会儿 在用iron呢 做咱们迭代的时候 首先呢 我需要把所有的lounce 进行一个pading吧 那这里呢 我就需要进行统计了 我需要知道啊 咱们每一句话 每一个段 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还得找出来 最大的一个长度吧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是先做了一个data frame 这个data frame当中呢 就是去存啊 我们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sentence 它的一个长度 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个结果啊 就是当前的这个data frame啊 给它进行一个 describe describe完之后啊 就可以看一下啊 当前那个数据 一共是有 一共是有50万 56万个数据 对这56万个数据来说呀 我们来看吧 summary当中 平均的一个长度 是四个词 最大的呀 是有48个词 最小呢 是有零个词 然后呢 test当中啊 最大的是有2000多个词 这个太大了吧 最小呢 是有一个词 这就是啊 我们平均的一个大小 我们可以先来 对数据啊 有个整体的把握 咱们的test 还有这个summary啊 它的一个大小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这块啊 我就看了一下 它这个百分比啊 相当于其实是 我测一下啊 当前的一个统计 是准不准的 嗯 这块的操作啊 就是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summary 还有test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lounce 进行一个排序 因为呢 我们一会儿要做pading吧 你要做pading的时候啊 最好就是按照一个 从小到大 或者是从大到小 反正呃 就是从小到大也行 从小到大到小也可以 咱们就按照默认的一个 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对我们lounce进行一个排序 这样方便啊 咱们去做这样一个pading项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过滤 就是说呃 如果说一个 就是一个reo当中啊 它有太多的unnote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个去掉 然后呢 并且做了一个限制 限制里边啊 我们指定了这个 它的一个最小和最大值吧 我们来看 嗯 对于咱们的一个lounce 我们指定了一个最小值吧 在这里有些lounce啊 我们其实在上面观察到了 它是有零的吧 它是有零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空的 空的 我们直接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 在这里相当于是 去做了一个过滤 在过滤当中啊 指定了最大和最小 然后呢 超过的会被过滤掉 太多的unnote也会被过滤掉啊 这就是我们执行了 咱们的一个过滤的操作 来吧 大家看看 不止